我发现现在的零食没有教授的title 我不敢出产了 李女士 今天就来看完这些985211毕业 好称低卡平价还剪指的学霸零食 虽然没有考上985211 但是能吃到他们也很不错 南京农业大学黄教授的烧鸡 里面没有任何的防护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 还能吃到绿色的食品 已经很nice了 真的是太香了 你们就看着我吃吧 它的肉呢是那种脱骨的 就很好吃 可能好好吃哦 而且很鲜 不采乳香味很明显 我感觉我可以一个人吃下一整只鸡 我觉得比店里人要烧鸡还好吃 为什么我一个美妆博主在这里吃鸡 不过这个时候再来一杯可乐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而且它是低卡 我决定给它打五星最高分 还好吃哦 不买真的很亏 湖南农业大学 翻天挖辣条 没有辣条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教授出品肯定是精品 我敢肯定吃过这个辣条人 就肯定会说 哇哦好吃 它一点都不油 没有那种多余的工业辣粉 口感很松软 不是其他辣条那种被压扁 很实的感觉 嚼起来不费劲 不会辣散的 吃到最后你会觉得甘甜 想吃火锅 然后又怕胖的妹子才吃它 它有一种我在吃肉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 必须给它五星好评 西北农业大学的马铃薯片 就是锅巴拉 它原来是玫瑰马铃薯 会比普费锅巴拉的脆 听听这个声音 没有防腐剂 没有香精 非常教授了 就很适合我这种老养生的人 但是有一说一 不要买这个红色的 真的是不好吃 非常不适合 就是辣粉 紫色的是自然味的 鲜香又脆 在我心里 它和孩子比到一个地位 最重要是吃多了 也不会上多 给它视频吧 关注我哦 下期教你们怎么吃不长胖